狐狸猫和小树蛙正玩着尬车游戏 两人轮流开电动玩具车 并在水杯架上放置一杯装拌满的水 直线行驶一段距离后 杯中的水剩下较多的人获胜 开始比赛前 狐狸猫让小树蛙先猜猜看 如果快速踩下油门 水杯内的水会发生什么事呢 荧幕前的你能帮小树蛙解答这个问题吗 小树蛙决定试试看 只见它大力地踩下油门 水杯内的水跟着猛力地向后倾斜 小树蛙瞬间好奇了起来 为什么水杯的水会向后倾斜呢 狐狸猫和小树蛙分享它学过的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也就是惯性定律 惯性定律指的是物体具有维持原本运动状态的特性 如果一个物体不受外力或是所受外力合力等于0的时候 原本静止的物体仍维持静止 而原本正在运动的物体 则会持续沿着直线做等速度运动 狐狸猫用尬车游戏的例子 解释给小树蛙听 原本玩具汽车禁止 当瞬间踩下油门时 油门使汽车产生了向前的动力 但水杯内的水在这个瞬间并没有受力 水杯内的水仍然会维持在原本的位置 相对往前的汽车 水杯的水就会向后倾斜 了解惯性定律的原理后 小树蛙忍不住想知道 这个定律是谁发现的 狐狸猫告诉他 原来这个原理是经过科学家接续的观察 与实验之下所归纳出的结论 16世纪时 伽利略提出了看法 他认为运动中的物体 会维持原来的运动状态 并用斜面和金属小球做了实验 伽利略先准备了光滑 两侧坡度相同的双斜面 把小球从左侧斜面的顶端放下 他发现小球滚动时 会达到约与释放处相同的高度 接着 伽利略减少了右侧斜面的倾斜角度 把小球从左侧斜面顶端放下 小球仍然达到了与释放处相同的高度 但小球移动的距离却变长了 他也因此推论出 如果将小球由左侧斜面顶端释放 并且下滑到完全光滑的水平面上 在不受任何阻力及外力的作用下 小球将沿着直线以等速度前进 这就是伽利略总结出的惯性 在伽利略之后 牛顿深入地探讨了力与物体运动间的关系 归纳出了广为人知的牛顿第一定律 也就是惯性定律 小树蛙听得津津有味 忍不住和狐狸猫分享自己在生活中 关于惯性定律的经验 上周搭捷运时 他和朋友拖着行李箱搭捷运 在捷运刹车时 原来就是因为惯性的关系 让他的行李箱往前滑了一些 而朋友的行李箱更是滑到门口旁边去了 两个人说得哈哈大笑 狐狸猫突然灵机一动 问小树蛙知不知道 为什么同样捷运刹车的情况下 他的行李箱只往前滑了一些 但朋友的行李箱却滑到门口旁边呢 荧幕前的你 能帮小树蛙解答这个问题吗 你想到了吗 这是因为当物体的质量越大时 本身的惯性也会越大 小树蛙的行李是8公斤 朋友的行李是3公斤 所以8公斤行李的运动状态 比较不容易被改变 小树蛙已经从狐狸猫那边 学会了完整的惯性定律概念 他决定做一份重点整理提醒自己 如果物体不受外力或所受外力合力等于0 静止的物体维持静止 运动的物体必沿着直线做等速度运动 当物体的质量越大时 惯性越大 需要越大的力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最后小树蛙邀请荧幕前的你 和他一起来脑力激荡 假设今天我们正坐在车上 经过连续弯道 试着说明当车子左弯或右弯时 身体会朝向哪个方向倾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